我看好这男嘉宾了 我想上去争取一下 你争取一下 但是我觉得 人家这个 这个大男嘉宾了 人要求的是 他媳妇前头找的 是在乎是父子 你还要求那个 我合纪过 每次要上 那开店我要想跟你 你都不能跟我 也怕我打你 那倒不能 你分啥事 讲话了 也经历的也挺多 但是就没当过兵 来 下线啊 看看密室里的女嘉宾 有什么话说 男嘉宾我看好你了 我对医学也有研究 看了很多医学书 自己小毛病全能治 我想上场跟你聊一聊 男嘉宾你给我这个机会吗 可以 来 邀请二位来到身边 好的 接下来就去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微休息 咱们给我见 他要叫我上去 我就转身 他愿意转身不转身 是他这事 刚才一号女嘉宾 也强烈要求 希望能够在台上和您见面 那接下来咱们也把他 一并请出来好不好 好 来吧 掌声 请三位女嘉宾上场 你嘉宾赶紧做一下自我介绍 让男嘉宾了解一下你 我今年64岁 家住辽阳 她身上哪一点心呢 因为这个男嘉宾 我看各方面都挺满意 你是啥性格的人 男嘉宾比较少 我的性格是挺温油酸凉的 挺能包容的 十几百个都不嫌弃 谁欺负你都行啊 原了扁了都行 但是我内在还是非常好的 还有刚强的一面 温油的一面 还有刚强的一面 我自身胜存能力非常强 我还非常热爱生活 要光唱舞了 虽然我不会唱歌 唱得不好 我也愿意唱 现在您初步确定是比较欣赏的 比较欣赏 在我内心非常满意 如果咱们两个能到一起 我一定时时刻地关心你 照顾你 咱俩一起过到老幸福的下半生 谢谢 我在各方面的照顾人 这一般的人是没有我 有耐性的 谢谢 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优秀的女人 错过我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出现了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对于结婚给彩礼 你怎么看 二 你赞成婚后A至3 婚后生活费由谁承担4 能接受多大的年龄差5 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6 结婚之后家务活怎么分配 首先请我们的3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结婚后家务活怎样分配 多大个事 不是事 那你谁干的 都不干的事可就大了 那没问题 我一日我个家什么活都干 好了 你嘉宾是不爱做家务吗 不是不爱做家务活 我喜欢就是两个人共同做 变一个手势一个捣乱 另一个祸害 是吧 好 来 我们的2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你能接受多大的年龄差 年龄不受限制 好 1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我选择5号 5 所以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女人吧 就应该文有善良 性格好一点 最等的 1号女嘉宾说这么夸我 你这么说我呢 说的就是我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第5个 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接受不了对方什么缺点 来 首先请我们的1号女嘉宾 您说 把男子主任 3号女嘉宾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脾气暴躁的人 好 来 2号女嘉宾 接受不了对方低于1米75 对 这是这要求啊 有个要求 行 好 来吧 接了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接了把花交在男嘉宾的手上 请大家做出最慎重的选择 有请四位背对背站好 那有老公了 我觉得像老公给我买 可以 就像你是他老公似的 如果真要登记的话 您是要求对方和你做财产公证的 是吧 对 女嘉宾您评价的是啥呢 这俩的 忘了 好 好 这怎么能女汉呢 这一站你这脑袋一天都哀了 没事 我不会把你的 太早了 你好 我觉得还有我呢 可嘉你耍的光棍这有啥能的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二 一 通知这条 收吊 吃 咕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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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吃 咕嚣